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 《爱情保卫战》 专家是谁呢 他们是周明的节目主持 严品红 严老师 欢迎严老师 大家的老朋友 来自华谊嘉信的高级副总裁 曲伟曲老师 欢迎曲老师 还有你们的爱情导师 胡蕾福老师 欢迎曲老师 下面来了解一下 今天需要他们帮助的 第一对嘉宾朋友的基本情况吧 各位请看 我们是大三时候认识 在一起一连了 一开始觉得 她是一个挺默认的女孩 现在妈妈发现 她心里住了一个女汉子 我们心男生特别多 我性格挺直爽的 跟他们关系挺不错的 她就因为这一点 总爱犯小心眼毛病 她脾气比我都大 这半年来我俩吵架就没断过 她一发脾气就做过分的事 我俩在一起真的不合适 我还是想找个温柔点的女生 我觉得我俩性格挺复复的 我们之间的矛盾都能解决 那分手这段时间 我觉得特别痛 我真的不想放弃这段感情 一方想放手 一方死死地拽着 这个手能分得开吗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小娃22岁来自安徽 是一名学生 女嘉宾小慧23岁来自安徽 也是一名学生 有请两位 欢迎两位 大几了 大四十几了 恋爱多久了 一年多了 一个学校的 不是一个学校的 学校挨着同学期 不是一个学校的 怎么认识的 15年暑假 我们一起坐车回学校的时候 因为我们不是那个老乡嘛 还会一起回学校的时候呢 买了同一趟卧铺 然后她在我的下铺 我在上铺 我跟一个女同学一块的 然后当时她特别有礼貌 她帮我拿行李啊 我就感觉 对她的第一印象 特别特别好 而且以前没有处对象 然后觉得 就是特别有感觉 初恋欸 卧铺情侣 你看看 你是初恋吗 我不是初恋 我之前谈过一个女朋友 之前有个女朋友 这都不重要啊 这个谈了一年多 觉得现在她 是个女汉子 是吗 对 她那个脾气特别大 动不动就发火 之前不是这样的 你是要分手吗 但是我不想跟她分手 特别不想 挺不想的 我觉得我们俩 没有要到分手的地步 你知道吗 都是这么想一般 说说吧 为什么要分手 分手呢 主要是因为有一次吧 在去年 十二月份的时候 那时候 我不是曾小就喜欢钓鱼嘛 钓鱼就是我一个爱好 喜欢钓鱼 挺好 曾小跟爸爸一起钓鱼 就是 我不是在那个 当次正好事件 找了一个房地产工作 卖房子嘛 你做销售 对 做销售 好好好 销售不是一般 上班特别忙嘛 一周七天 就一天休息时间 还有一天休息 不容易 他就一天休息时间 他根本就没有时间陪我 他就一天 他就跑去钓鱼 你知道吗 他就不理我 我打电话吧 他也不理我 他钓鱼的时候 手机啊 那个电话啊 反正都不解 那你对他做了什么呢 我把他 他钓鱼的时候 我气得 我把他鱼竿给折乱了 你把他的鱼竿给掰了 我的天哪 我不是故意的呀 那时候他的惹我太生气了 你当时想 是我有魅力 还是你这条臭鱼竿有魅力 咔嚓就撅了 对 我就想这样试试 那时候啊 那个主持人 当时他那个样子 特别看着就不像 之前那样子 特别 脾气特别大 睁定得很 对 不是 那个主持人 你看啊 那时候12月份嘛 学校啥事也没有了 别的那个男生 都带他女朋友出去旅行了 那时候我想着多浪漫呢 是吧 我跟他提了 他不答应 然后吧 不答应就算了 没过多久 他就不是找了一个工作吗 忙着就 就一天 他钓鱼 知道了 你学什么的 我学计算机的 你学什么的 我学物流的 这件事发生之后 就一直在争吵吗 这件事争吵之后 他还怪我 就嫌我跟那些男生一块玩 他那个不是主持人是这样的 他不是学计算机的吗 他们班男生比较多 女生特别少 对对对 男生特别喜欢玩嘛 他们班竟然组织什么聚会 班级聚会 吃饭喝酒 唱歌什么的 我之前也跟他说过 你吃饭喝酒都没事 但是绝对不允许唱歌 你想一下 那KTV的什么场所 因为女孩子 他们一般唱歌 KTV那怎么了 通宵包夜场 好 经常大晚上不回家 那你为啥跟他一起去呢 他不喜欢去 他就喜欢钓鱼 难怪他说你给女汉子呢 这孩子 是不是 钓鱼是我一个爱好吗 就没事我就 明白明白 但是你又接受不了他这样 是吧 那你陪他钓鱼啊 姑娘 我不是那样的 我定不下心来钓鱼 他钓鱼的时候 还就不要吵 就不能说话 你说又不是江泰公 天天在那钓鱼 我真的无法理解 你算你心的女孩 那就陪他唱唱歌嘛 他说自己五音不全 就不想去 有一次我记得 那天晚上特别黑了吧 特别黑 那天晚上不黑 说说吧 那天晚上特别黑 怎么了 我记得四周要关门了吧 那天晚上我给他打电话来着 他说他跟男生在一起 聚会嘛 吃饭喝酒来着 他说那天晚上他酒喝得有点多 然后呢 有点比喻 有点困 回去也不用我打电话什么的 让我早点休息 我但是就感觉有点不对劲 他那个酒量我也知道 就是喝一点没事 你吃饭嘛 肯定也喝不了多少 他就骗我来着 我不是故意要骗他 虾毛窝那个浑睡着了 就他说我酒喝多了 睡会儿 你也就睡了 对对对 然后呢 我就特别着急嘛 比较担心的 你想一个女生 跟那么多男人在一起 我比较担心 我就给他打电话 他也不接 发现机他也不回 后来我就留了个心眼 然后我就给他那个 女同伴打电话 正好是他的室友嘛 他们都一起去的 我跟他说 你找一下我女朋友 我有急事找他 他那女同伴嘛 估计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就把他电话给他了 我一听见里面声不对 就是在唱歌嘛 那时候我也接电话了 我告诉他我地址了 他问我在哪 然后他说他来接我 结果我也没看见人呢 但是我是去接了他 我已经到了他楼下了 我给他打个电话 我心里想 你要下来 咱俩啥事都没有发生 但是我打个电话过去呢 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他也不知道去干嘛了 然后一个男同伴 接了电话 调侃我了 说什么 妹子 你女朋友 被我们这么多人照顾了 你放心 没啥事 我当然听到心里 这都什么事啊 我女朋友 被你们照顾着 还让我放心 不是 那我们系的男生多 女生少 然后我们在一起玩 就是纯粹的 就是同学在一起聚会玩 没有别的 然后他特别小心眼 然后你就走了 然后也是跟他开玩笑的 妹夫就走了 他就走了 那他们不是够得照顾他了吗 你哪能走啊 他走了 然后我当时特别生气 我就走了 走了 走了 你说那么喜欢 跟他们在一起玩啊 不是 我们同学 你看那次我也不想去的 因为我每次都不去 人家就觉得 你怎么这么不合群呢 本来我性格 也跟他们玩着来 你知道吗 我上次我就说 我就先回去了 然后他们都去 就我一个人回去 我觉得确实挺不好 你除了唱歌 还有什么其他的爱好吗 打游戏 打游戏 这都是男生的 现在女生也是这样 他就一点不像 一个正经女孩子一样 你就胡说八道 怎么叫不是正经女孩呢 你也胡说八道 就是跟其他女孩子 有点不同 对 这样说可以 你像一个正常一点女孩子 不都是男生打游戏吗 女生去网马找他是不是 我俩是 反过来的 对 我俩是电脑过来的 那个有一次晚上吧 他那跟那个同学 组成战队打联赛 那天晚上 我提前给他打电话来的时候 他也不接 然后我就 学校附近 人家把妈的找他 然后在新开的那个 把妈找他 你想想把妈的什么房间 一个女生待在里面 跟那四个大男生在一起 不是 你特逗 跟你一说 这世界没有好环境 除了鱼塘 对 除了鱼塘 那次他去了之后 就说你跟我回去 我也跟他说了 我说你等我这局打完的 你说我不打完 我得坑队友 对 对 对 我就是说你等我这局打完 你安安静静地等我打完 我就跟你走了 因为我也知道 输者快关门了 我也知道分寸的 你知道吗 对 对 对 然后他就在一旁 不停地拽我 不停地拽我 那把游戏都输了 我感觉都因为他 后来呢 后来我就生气了 我说你老抓我干啥 我说了跟你回去了 然后他走了 走了 走了之后 当天晚上 我嫌太晚了 也没找他 然后第二天我打电话 没人接了 没人接了 我就知道去钓鱼去了 去了 是去钓鱼了吗 是了 我去找鱼去了 不是生你的气 你怎么去钓鱼去了呢 他一生气就爱钓鱼 冷暴力 我钓鱼也有原因的 他不是每次打游戏什么的 我钓鱼是我的 打游戏是他爱的 明白了 我钓鱼我的 你打你的 然后每次 每次都是我找他 跟他道歉 我觉得一个女生 虽然我性格挺大烈 是每次都是你 向我道歉吗 不是 不是 你还记得电影院那次吗 是不是你惹老我的 电影院那次你还提 那不是你惹我生气的呀 那次他也说了 我在学校就打游戏啊 干啥的 他觉得不好 然后他不是平常爱做一些兼职吗 他那时候找了一份电影院的工作 就是当收音员 然后正好我俩就一块了 当时有个四十多岁的吧 一个中年妇女 带着一个小孩 然后来买爆米花 当时电影快开场了 挺着急的 然后我少找了人家十块钱 散场之后 那女的来找我 说我少找了给他钱 但是不然是你初心 谁不犯错呀 然后当时 当时我给他找了钱了 然后人家还说什么 你是故意的吧 算糊涂账 往自己兜里猜吧 你说我一女大学生 被人家这么说 我多冤枉啊 多受委屈啊 确实你错了 要在那岗位上 你说真的对不起 你自己不细心 然后人家说了那两句 他跟人家紧嘴 不是 人家说我是算糊涂账 我跟人家都诚恳道歉了 然后人家 一直不依不饶的 我才那样的 然后同事都过来解围 他在旁边站着 他无动于衷 我当时瞒着跟主管打电话来着 他关注着跟人家吵紧嘴 我说你一个女生 何必那样的 你在外面干活啥的 不得说点委屈 都很正常了 对不对 没什么必要 那个女的刚走 她就一直在那数落我 你知道吗 我觉得 至少你也得安慰我几句 先说几句好听的话吧 然后我就 我说你 本来就是你的不对 你现在还把事怪在我头上 那你干嘛 把那一盒爆米花 磕我头上讲 那我不然 他当时就是怪我 说他来着 我打人特别疼 我不想打他 我能爆米花也不疼 那你打过他吗 没有 那你怎么知道 你打人特别疼 你都打过谁 你说你没有打过 没有 我真的没有动手打过他 在心里打过很多遍了 就有意思说那个 心里打我也不能受伤打呀 我也舍不得打呀 那你怎么知道 你打人特别疼呢 那我力气大 真的特别大 我力气 是吗 那鱼竿我都 他说了一般女生 一个正常的女生 那鱼竿能这样折得断吗 打过你吗 打过一次吧 打过一次 怎么打的 是用书包 书包我就 那么随手抡了 什么情景下打了你一次 不是我那一个女性朋友 她那个时候 不是我过生日吗 她送了我一双篮球鞋 然后呢 到了她过生日 我还她一个人情 也送她一双篮球鞋 你说 你说那个女生 以前还追过她 她送她一双篮球鞋 你说正常的男生能要吗 她不是正好是 就算机器的吗 我学物流的 正好学校有什么事 我要帮她做个PPT 然后她拉我电脑去了 就做了个PPT 等我逃跑后 看到我给那女生 买这双篮球鞋 对我不依不饶的 所以我逼着我 教着那双篮球鞋 那你是应该不收人家的理 我收人家那个男球鞋 但是我也没穿 就一直搁那 我怕她那个在意 你事先 你事先跟我说一下 我也没有这么 不通心搭力 我也没那么小心眼 我这种人 我觉得这么小的事 也没必要跟你说 我觉得挺有必要的呀 你喜欢这小子什么 你告诉我 我当时那个 就是坐火车的时候 碰见他 我就觉得 也是我主动加他的 你不能老靠火车上有点回 你主动吧 我主动加他的 对他感觉确实挺不错的 聊着聊着 然后后来我过生日的时候吧 他还就是瞒着我 带我去吃饭 然后送了玫瑰花 瞒着你带你去吃饭 玫瑰花 就挺浪漫的 对你挺好的 就是我以前也从来没有 这样过的那个经历 你知道吗 就觉得特别感动 问几个问题啊 马上毕业了 对 毕业以后 他那些同学不就散去了吗 但是他那个性格改不了 大学的时候打游戏 你在上班工作的时候 不是还是打游戏吗 跟那一般男生混在一起 我就是不喜欢他们那一般男生 特别讨厌他们 那些男生不是马上就消失了吗 马上消失了 又出现另一般男生了 你看吧 你对他心里那么没底啊 他真的挺小心眼的 是吧 那个主持人不是我小心眼 是他那个皮真的特别大 根本没有一点那个 正常女孩子的样子 其实我 其实我刚开始的时候吧 不是这样的 他刚开始的时候 确实挺喜欢我的 他觉得我也挺温柔的 是吧 但是就是那次 他买篮球鞋嘛 那当时我生气了 然后轮他出发 他觉得 你怎么还能打人呢 是吧 我以前收着自己的信资 我心里想是第一次处对象 也是我追的他 我说那万一人家不喜欢我了 那我有点女生的样子 是吧 后来我也想清楚了 想明白了 不是有句话吗 说那个 有的人喜欢你绑着头发的样子 有的人喜欢你披着头发的样子 喜欢你的人 真的喜欢你所有的样子 我希望他能接受一个真正的我 不希望就靠着以前 你说我那样 也对我也不好啊 你那个喜欢让我觉得可怕 你动不动 要不就是发脾气 走我鱼干 要不就是喝酒 要不就是打我 拿十八怼我 你单着那么多面 我多尴尬 你们俩都下不来台啊 你忍受一下我呗 我也能改改 我最近是改不了的 你一开始喜欢的什么呀 我俩不是在火车上认识的 你们俩老说火车 感觉也挺缘分的吧 他人呢 那时候之前也比较善良嘛 性格比较好 我之前也不知道他打游戏来的 你是特讨厌打游戏的是吧 我就反感打游戏 我自己也不打游戏 我继续不战 但是你喜欢钓鱼 对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钓鱼 那时候受附近一场 对 也许她从小就喜欢打游戏 她不是还学计算机的吗 你一个计算机的女生 整天跟一般男生混在一起 还是出去K个K到生意 我们班上就是男生多 我不跟他们玩 那我天天一个人吗 那你以后还跟女前人玩吗 你可以出去跟你室友在一起 以后那个工作了 工作以后 你还跟你一些男同事出去玩吗 那出去到时候看情况 还喝酒吗 喝酒我没有喝醉过 就是你酒量很好是吧 挺好的 所以你害怕了是吧 你不是不爱她 还是害怕她了是吧 我感觉她那个性格 已经没有希望再改过来了 你是不是害怕吗 犯嘀咕 犯嘀咕 我感觉她这个人嘛 就是 你之前还好好的在我面前 还什么坚持温柔都还要有 现在呢 就整个人就像变了个人一样 理解了 让我看不懂她了 明白了 下面应该怎么办呢 交给你们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姑娘你烦她这种有时候 这种小男生的状态吗 比如说半夜去这个网吧 把你揪回去 这个不让你和男生去唱歌 你烦吗 我知道她是关心我 但是我觉得吧 她应该相信我 因为我真的不是 就是不是像她想的那样 你知道吗 我自己是有分寸的 你有分寸 所以虽然在这点上 你不太愉快 但是并不会因为这个不愉快 就让你变得讨厌 不会 所以你心里她的分量 还是很重的 是 我认可你说的 你说我希望 在咱俩的爱情当中 我就是我自己真实的 我爱打游戏 我就打了 是吧 我唱歌了 我就唱了 我也告诉你 我认可这一点 但是有时候爱情 不是说我完完全全 把我自己展露出来 就是最美好的 而是我们也需要经营 有时候爱情当中 如果两个人真的性格 或者喜好那么不一样的时候 有一些为了爱情的小套路 我觉得是能化解一些矛盾的 比如说 你不喜欢钓鱼她喜欢 你可以不去啊 但是你不要追她的鱼竿 你送她一个鱼竿 她每次钓鱼竿 就想起来 这是我女朋友送我的鱼竿 我这钓了半小时了 她干嘛呢 我钓了一小时了 她会不会很闷啊 她就 因为鱼竿那事 她就说要跟我分手 然后我还给她一副 她 完了吗 你不应该折了她的鱼竿啊 你应该知道她喜欢鱼竿 送给她一个 这就是一些小方法小技巧 你告诉她 虽然我不喜欢钓鱼 但我喜欢你 所以我送你你喜欢的东西 她会心里很暖 每次钓鱼拿着你送的鱼竿 她都会想到 有 我女朋友惦记着我 所以你太真实地表露自己了 反而成了你爱情中的 小小的败笔 才会有惊天她的不耐烦 她认为你变了 其实你也没有变 只是你在爱情当中 有些自我吗 对于你来说 你真得学一学 怎么才能够用一些小方法 屡凭你们之间 由于性格爱好不同 所产生的矛盾 男生呢 我倒是觉得 他比你真诚 我为什么这么说啊 你看那双球鞋 送来送去 其实你虽然那一项 你虽然不善于和女孩子交往 但你的边界感可没有他那么轻 他虽然外向 虽然搬上很多男孩 他们一大堆人出去玩 但他很清楚 我要告诉我男朋友 我去唱歌了 你能不能去 当然那次他欺骗了你一回啊 但是当你得知之后 他立刻告诉你地址 你来 他知道我只是喜欢玩 所以虽然他外向 但是边界要比你轻 而正因为你内心边界不轻 所以你才会怀疑他 他是不是和男生在一起 就是有让我担心的问题出现 所以你要搞清楚 自己在爱情当中 既然选择了和他 就要信任他 你去看看他每次唱歌干什么 你多陪他几次就知道 不是你想的那样 时间长了 彼此信任建立了 自然就不会有那么多隔阂 你们在爱情当中 都有很多空间需要成长啊 但是成长有时候挺难的 而且成长都是痛苦的 能不能挨过这痛苦的一关呢 看你们自己的选择吧 好 谢谢 谢谢也老师 女孩你知道你的错误在哪吗 你觉得是自己的性格 是吗 是 我问你个问题啊 你会温柔吗 会 对 那为什么不做呢 但是 那难道一直温柔啊 为什么不可以一直温柔呢 遇到他之前我也不是这样的 你不是哪样的 跟他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是特别温柔 对 后来温柔慢慢就少了吧 小董 那后来 为什么慢慢少 就那次他那个篮球鞋那事 我就 我就当时就 一件事 如果你很伤心很生气 你做出了失控的动作 是可以的 后来为什么不会温柔啊 那件事和你不温柔 不成为逻辑关系 但是当时我想的特别清楚 我觉得 你 你喜欢我 你就应该 喜欢我所有的要 你这种说法 非常的没有道理 你要喜欢我 你就要喜欢我的所有 我对你不好 你也喜欢我 我做出很多伤害你的事情 你也要喜欢我吗 他不希望你和男生 出去喝酒 唱歌 你骗他 你要去唱歌 对吗 请问 这是你温柔与否的关系吗 跟他没有关系啊 这不是温柔与否的问题 这是你对他用不用心的问题 也就是说 当你决定说 我再也不对你温柔了 我怎么样 你都要接受我 因为你爱我的时候 你对他已经不那么上心了 不要把原因归结到性格身上 再刚强的男人也需要温柔 再所谓女汉子这种表象 他内心也是柔软的 他怎么打动你的 帮你搬行李 你自己能不能搬上去 你力气很大的 你可以 但他做这点打动了你 在电影院发生问题的时候 你其实是很强悍 但你也需要人安慰 对不对 同样他也需要你的用心啊 你现在已经不愿意对他温柔了 他怎么还能爱上你呢 懂我的意思吗 男生 如果你真正对他用心的话 你可以去了解一下 为什么游戏这么吸引我的女朋友啊 为什么唱歌那么吸引他呀 KTV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因为你根本不愿意用心去了解 明白吗 就如同他不愿意用心去了解 你为什么这么喜欢钓鱼呢 当中有什么样的东西在吸引着你 你们俩可能都不够用心 所以摆在你们之间的问题 不是对方的性格 而是对对方是否用心了 江泰公钓鱼 愿者上钩 但这一次呢 这条鱼太猛了 把这鱼线给咬断了 其实在你上钩的那一刻 就是火车上那一刻 是你们俩 都津津乐道 最愿意回忆的那一刻 你会发现你们俩 都沉浸在初次的印象当中 而拔不出来 但其实实际上 你们爱的并不是对方 他如果真正喜欢你 真实的你 不用你把他的鱼竿掰折 他自己会收起鱼竿 去找你 而如果你真的爱他 你也会静静的搬台小游戏机 坐在他旁边陪他钓鱼 你们之间真是一半海水一半火焰 彼此水火不相容 其实他根本不喜欢你 他之所以 也因为跟你在一起这么久 第一是因为他性格内敛 第二是因为你穷追不舍 其实那双所谓的篮球鞋 是有别的含义的 一些性格内敛的人 做出来的一些事啊 往往更多人 看这个事情 你还会说 你留下了 那我对你 有点心 可以 你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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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担心 你担心 你是担心 你担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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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就这样 而且我也不喜欢打游戏 也喜欢喝酒 我也不喜欢喝酒 以后你的爱好 我也不管你 我的爱好 就我也收敛一点 我觉得咱们真的不合适 没必要再继续下去 因为以前矛盾不都能解决吗 以前那里是以前那里 现在是你 现在你回不到以前那里 你已经变了太多才对 我觉得咱们 当然没有再必要继续下去 我觉得我还是放不下你 你可以试着慢慢地忘记我 大学里在返校途中的一次邂逅 变成了一对年轻人 青色恋情的开始 男生不再喜欢这样一个真实的女生 而女生好像似乎也没有在这段爱情当中 表现出他该有的热情 好了 那几天喝古方红糖 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 古方红糖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看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吧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平时工作特别忙 我们平均半个月才见一次 而且她一有空就先陪她的同事 我们虽然在一个城市 却谈成了异地的感觉 她特别不理解我 还很多疑 而且我怀疑我不在的时候 她和另一个男生联系 她现在对我特别冷淡 从来不关心我 而且我最受不了的是 每次有矛盾 她都用冷暴力的方式解决 她特别幼稚 像个小孩一样 我希望她成熟一点 现在还逼我换工作 我对她特别无奈 她总说我幼稚 想改变我 但我就是这种性格 既然她接受不了 我们还是算了吧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小孙25岁来自山西 是一名销售 女嘉宾小王23岁来自北京 是一名幼稚 来 有请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把同城谈成了异地 是吧 是你们原话 是吧 对 这个怎么认识的呀 我们俩就是在一次朋友聚会上嘛 然后当时还没跟她见过满天 是第一次见面 然后就觉得她坐在那儿 话也不多 挺成熟 挺稳重的 我就喜欢这样性格的男生 当时第一印象就特别好 就是我们当时吧 也是在一个朋友聚会当中 因为我们当时有一个共同的朋友 我们在一起吃火锅嘛 就然后吃完了以后呢 就是我们给这个朋友的话 就是评论的 这个相同的内容 然后以后呢 我们就觉得挺心勇灵犀的 然后我们就互相加了微信 谈恋爱谈了多久了 谈了一年半多了 一年半多了 你抱怨说恋爱谈得像异地 对 我就觉得她现在变了 就一点都不在乎我了 不知道为什么 而且自从她换了工作以后吧 她就陪我的时间就特别少 我觉得她是不是变心了 我觉得吧 她特别地不懂事 就是她总比我换工作 就是我不换工作吧 她就会和我分手 所以说让我特别地无奈现在 你不就是教授吗 是吧 对 但是我 是她的销售 对 但是我经常要往返于马来西亚 对 经常要带客户去看房 她的销售吧 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一点自己的时间都没有了 也不能换个工作以后 就不谈恋爱了呀 而且一开始 我们俩刚在一起的时候 她还不是这份工作 她就是干文员的嘛 然后挺轻松的 我们俩关系也挺稳定的 自从换了这份工作以后 就什么都变了 很忙 她要求你换工作 对 不换就分手 是 至于吗 姑娘 关键是她不换就算了 她也老逼我换 逼我换工作就算了吧 她也老怀疑我现在 我觉得不是因为我这个工作的问题 对 而是因为她有一个男生 老联系她 我们在一起逛工玩的时候吧 我就发现有个男生呢 老给她打电话 然后呢 这个号码呢 还是同一个尾号 因为我之前我就发现过 就有人给她打过这个电话 就是这个尾号 她一直不敢接 然后呢 就是我那天跟她在一起的话 那个男生可能给她打了好几个 还是那个电话 对 她就一直不敢接 我 竹杰他就瞎说 他那个男生 我都跟他解释过了 那就是我一个高中同学 就是普通的朋友关系 后来那个男生出国去学语言了 然后这两天 我们只好赶上她回来 我们就说关系好几个 一会儿聚聚 吃吃饭 这也没什么的呀 我就觉得她老是把想的 那么复杂干嘛呀 那你没什么 你为什么不敢接呢 那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呢 那我接了你 不是会生气吗 一生就跟我冷战 这谁受得了 我都害怕你了 你是愿意跟人冷战吗 就是有时候心里面委屈 不是委屈什么呀 她一委屈 她都不理我 不理我我就委屈 这都怎么回事 为什么委屈啊 就是她吧 她不光自己特别忙她 老干预我跟朋友之间的 就是交往呀什么呀 她就特别看不上 我交的那些朋友 我就觉得 他们都特别不正经 还老觉得我傻 我哪傻了 你都忘了上回了吗 你上回你那个朋友 为你借的钱 到现在还没还你呢 那谁没个手头紧的时候 再说我那朋友 就借了五百块钱出去 那是小题大做的 人家有钱肯定会还我的呀 你微信上买包 你不是照样也被人家骗了吗 买包这事 你在这么多人面前提什么呀 我那就是一个意外 那只是上次我就是 我朋友就有一个人做微商了嘛 然后我就说支持一下朋友 新店开业呗 我就从那买了一个包 我也没想到那是假的呀 再说了我买了假包 我心里也不好受 我也知道错了 我就说给你打个电话让你哄哄我吧 你看你一通数了 这什么傻呀笨呀 脑子小根尖他都说 他说的我心里更难受了 我数多你了吗 他还没数了 而且不关于他这个 我就现在觉得他一点都不关心我 就有一次我都发烧了 我之前就是身体特好 我这一生病就特严重 但我生命次数特别少 然后就那次发烧 我就说打电话让他带我去趟医院请个假吧 就那么难 打电话也不接 然后半天了就慢慢悠悠回了沙子 多喝水 没有别的了 那你怎么不先让你爸你妈带你去看呢 那我爸我妈上班了 你是我男朋友呀 那你得先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呢 那我一下也戳不开身呢 那我自己照顾自己 我自己照顾自己还要你干嘛呀 而且他就是总是用工作忙这些借口就敷衍我 而且我就不知道他到底是真忙还是假忙呀 有的时候我觉得他也没那么忙 那有的时候从马来西亚那边飞回来吧 他总是第一时间就总是找他那些朋友 同事聚会喝酒 喝个没完没了的也不来找我 还不带我去 那我们当时刚回来 我们业绩做得好 领导教我们一起吃饭了 我怎么能带上你呢 你带上我跟同事见见面不很正常的吗 你同事不也有带女朋友过去的吗 你甭提了 我上回有一回不是带上你了吗 你上回 你还好意思说呢 主持人就上回他好不容易有一次 就是我说了半天他同意 我跟他同事见个面了吧 然后他就是那天弄得特别尴尬 我那天就是从单位走嘛 然后我单位就临时加了会儿班挺晚的了 我还害怕他等着急了 我就说我直接过去呗 我就打个车就过去了 结果我一进门他就没给我好脸 他吃饭的时候也没搭理我 还跟我甩黑脸的 我也不知道我哪得罪他了 然后他穿了饭以后 他马上就对我发火 他就说那个 我穿的衣服是什么玩意儿 就是我给他丢人 你快别说了 我都不想提上回了 他穿的那是什么衣服呀 那卡通的那么大的一个大裙 挺可爱啊 挺可爱的 然后头上带了个发卡 就是那种上面树的两个的帮忙 对 当时我就特别郁闷 然后来了以后头也没有洗 感觉脸也没有洗 妆也没化 你说让我在这个领导面前 你说怎么看呢 那我就不是来不及了吗 而且他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他中间还傻笑 你说他傻笑什么呢 傻笑怎么了呀 那我见到你就高兴 我不笑我还哭啊 你希望我见到你就哭 那我以后就哭得了 还有就是他总是没完没了的 就想改变我 他总是觉得我穿衣服吧 品位差什么的 我们本来就半个月 一个月才见一次面 他就总是嫌我东西或西的 就我买的衣服他都不喜欢 他就觉得穿不出去 跟小孩似的 然后他让我买的那些衣服呢 又是那种特别老气 特别成熟的 你什么时候见过 我穿那种衣服呀 我上次给你买了我的衣服 你怎么不穿呢 那么老 我穿他干嘛呀 你点都不是我那种狗 他就是觉得我幼稚 而且你见我的时候 我就是这个样子了 你看你现在 嫌弃我嫌弃的时候什么了 你就是特别幼稚呢 说话就嗲声嗲气的 我说话嗲声嗲气的 你看你现在还是这样 你还不敢现在 不是你让他改什么呀 这辈子也改不了了吧 你见他的时候 他不是这么说话吗 他见我的时候 当时也倒是也是这样说话 那你不是也喜欢吗 你不是也一见钟情吗 但是这个骂完了 我发现就是有点 不太适合我 就腻的话 你就说不适合不就完了 跟他分手得了 可是他 我就觉得他挺成熟的 什么生活阅历也比我多 我觉得他挺能照顾我 我觉得他要把工作换了 我俩也没什么事 而且他现在就是 给不了我安全感 我本来就是一特敏感的人 他也知道 而且我们俩之前 一直用的都是那个情侣头像 特可爱 然后一直也没换过 然后他换了工作以后 就非得要把那头像换了 换成他自己的 你自己头像有那么好看吗 你非要换 不是不是 你说当时的话 他用的一个咖啡色的 咖啡色的一个大熊 然后我用的一个粉色的大熊 你说我有时候 就是加了一些客户吧 跟他聊天的话 让人家看见 我用的一个头像 你就觉得 我走人家玩一样 你说他怎么跟他谈事情呢 我觉得情侣不都是这样的吗 而且我不跟你幼稚 我跟谁幼稚些 而且就是有时候 我心里特想着他 你知道我对他也挺好的 我跟我闺蜜出去逛街 就是看那一些 就是小玩意儿 情侣那种挂链什么的 我都买回来 他一个我一个 就挂着不挺好的 我们一起出去玩 熊人来多好呀 可他就从来都没用过 还嫌弃 你能给我买的那钥匙链 那么大 弄得我家门都开不了了 我就觉得挺可爱 挺正常 没什么呀 有事没事的 还老买些那些娃娃回去 然后还买些玩具 就包括那些什么 三岁小孩玩的那什么积木 他现在就是变了 他以前可不这么对我 他刚还工作的时候 对我还是挺好的 就去年我过生日的时候吧 当时他也在马来西亚那边工作 就是正好飞回北京 但是已经就是挺晚的了 我就想就生日就过不成就算了呗 然后也没抱什么希望 我就跟他说 我准备睡了 然后结果迷迷糊糊的过了一会儿 他就给我打一电话 让我下楼 我当时还挺纳闷的 我一下子一看 他就站在那底下 然后还给我拿礼物 还拿着花 特别浪漫 我当时就觉得 这人特别好 可是你看看今年呢 那什么情人节 今年日你都忘干净了吗 而且我上个月刚过完的生日 他连一句生日祝福都没有 那前一节我不是给你补过了吗 我之后不是带你吃饭看战友了吗 你说你过生日的时候 我晚两天回来 再给你补上就怎么了呀 生日哪有晚两天过的 那我晚两天不是我生日 那是别人生日 这当天过才有意义吗 你就特别的不理解人 特别的娇气 反正我就觉得 如果你要是不能换工作的话 我就觉得跟你一点未来都没有 行 小考子怎么想这段感情 我是不会换工作的 因为我要挣钱 因为我要以后结了婚以后 我要这个养家糊口 承担起家庭的重任 所以宁可分手 同时呢我也很喜欢他 但是我希望他可以理解我 都在我的角度上想想问题 可能呢他现在年龄可能还小一些 再大一些的话 他怎么就大呀 但是我要比他成熟 你成熟吗 他一点也不成熟 他还特别大男子主义 所以我今天 我就是想让主持人跟那个老师们帮我评评理 我就觉得我哪儿错错了 他怎么那么嫌弃我呀 我就是想知道到底我们俩之间 还能不能继续了 到底是他错了还是我错了 都错了怎么办呀 都错了 那他包容我一点我就敢 能包容吗 我能包容 那是前妻他得理解我呀 你让他理解你什么呀 因为我平时有时候工作忙呢 不是你有多忙你告诉我 就你能说一下你工作忙到什么程度 你们俩一直说工作忙工作忙 同城谈到了这个异地 我都想知道有多忙你说什么 我工作忙的话 我可能就是不能见他 但是我的偶尔也会给他发一个 不是你都在北京怎么就不能见 你让我问好吗 因为我上班的话就是 有时候经常回来以后 有时候经常没屌嘛 就是晚上经常要开会 开会开的有时候就开到十点 十一点 有时候十二点一两点都是有可能的 白天也上班 晚上也上班 对 我们晚上经常经常加班 对 不休息 不休息啊 对 不休息 有事可以请假 那你一个礼拜歇几天呀 不休息 从不休息啊 对 你们其他同事也这样吗 其他同事吧 我觉得人家其他同事的女朋友吧 就是特别理解人 人家也不吵不闹 他现在就总是拿我 让我问你着什么急 我着急 你问 你问 我就觉得他现在想改变我就算了吧 然后他有时候还往拿我跟他前女友什么的对比 他就说他前女友多听话什么什么的 那你没问他 对 你为什么跟前女友分手啊 那么听话 当时吧 前女友都已经成为过去了 不不不不 说清楚嘛这事啊 你都说了人家不好 我们听听怎么好嘛 跟前女友在一起的时候吧 我这个工作还不是现在这份工作 我现在把韩日觉得你好 那你让人改什么呢 刚才说了 前女友比你好 同事的女朋友也比你好 你又想跟人在一起 为什么呢 所以你听听老师们怎么说你吧 臭小子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我听完你们讲述 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啊 就是两个人 一定是有喜欢的成分在里边的 但是你们彼此前进的步伐 又是如此的不和谐 你可能不能体会一个外地男孩 在北京打拼 他所付出的不顾一切 因为他说了 他现在所有努力 希望将来结婚以后 能够养家养爱人 承担起一个家庭的责任 所以他是忘乎所以的在工作 这点我能理解 我在我们家院里 晚上很晚下班回家 我看到那个比较熟悉的房产中介 还在带着客户 10点多11点还在看房 我说你不休息吗 他说客户12点看 我也陪他 我做的就是这份工作 所以似乎听起来 他没有什么错 他在为了自己的梦想 为了自己以后的家庭而努力 而姑娘我听起来也没有什么错 就是一个年轻的女孩 喜欢那些少女心的东西 她想要这种男朋友 对自己的呵护 宽容自己的小韧性 也没错 但是你们两个也都有情感上的误区 比如你老是觉得他不够成熟 你说他穿戴怎样 他的喜欢怎样 其实这并不是成熟的标志 真的成熟是从内心 能够去宽容体谅对方 走得慢的那个人 走快一点 尽量去陪着他 走得快的那个人 回回头看看自己心爱的人 他可能慢一点 我们是不是等一等他 拉一拉他 你们也许面临的就是人生的十字路口 如果两个人的步伐不能够 为了对方去调整一下的话 真的可能就走散了 所以我倒希望男孩你平衡好 你所谓的为家庭所做的努力 和你工作的重心之间的平衡点 不要因为工作忽略了身边的人 那你将来会得不偿失 你也不要因为自己的任性 而让这个男人觉得你那么不懂事 越来越不想接近你 人生总会遇到很多十字路口 能不能走到同一条路径 要靠你们自己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杨老师 我能理解现在女孩这种感受 其实女孩的工作环境 生活环境 相对来说应该是比较单一的 你只保持着一颗比较单纯 简单的这种心态 幼稚是你的特点 你可能一辈子不能成熟 你的 对于你们之间恋情的压力 来自于男孩的变化 男孩变得是挺大的 原先是文员 对吧 现在是销售 所以这种跨界 在于她来说是一种挑战 换工作 甚至于换工作地点 对她来说都是挑战 但她这种条件当中 她是有变化的 她的变化来自于 她助遍的压力 所以她会付出更多的精力 去在工作上 可能对于你比较忽视 你从马来西亚回来 你可以去见客户 可以见你的朋友 但是你没有去先见到她 种种这些反应到女孩身上 就是压力非常大 你不知道是到底她是新变了 还是只是工作 变化导致而已 所以说你要求她要换工作 错了 这个瞄准的这个拔打错了 工作可以换 人心如果真爱你的话 是不会变的 即使她现在换掉一份工作 她已经不是当初的这个她 以前她一定不会看不上说 你的服装你给她买的礼物幼稚 以前她还享受那个头像 现在她都要换 这只是表象 你要找到真正的内核所在 男孩到底是什么变了 为什么在女孩面前说 你没有我们同事朋友的女朋友好 到底你现在最看重什么 这个女孩身上还有你当初 看重的一些点吗 你还珍惜你们之间的感情吗 要问你自己哦 不要找借口 所有这些都是借口 不可能存在说不休息的工作 也不可能存在忙到 都不可能给女朋友打一个电话的工作 如果你有爱的话 这些都不可能存在 那只能问你自己这份爱还够不够 还在不在 如果不在就说出来 不要挑人家 人家一直就是在这种不成熟的状态 当时你们在一起就是这样 现在说人家幼稚了 你要人家改变吗 如果真是改变的就不是他 所以改变的是你自己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崔总 问男生几个问题 很忙 对 追他的时候忙不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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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恋爱不能像谈客户 理解这意思吗 谢谢两位 请回吧 不能在余望无尽的地方 欢迎大家登陆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大家登陆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她的目的 因为她的目的只有一个 是把一件物品销售出去 所以她可以陪着笑脸 可以伪装一切 伪装一个好态度 谈恋爱怎么可以啊 一是一二是二 因为未来你们要生活在一起 接下来一起进入 一辈诗爱情保鲜记 来自万世代爱情保卫站专区的网友 向途老师提问 我和丈夫结婚九年 有俩小孩 大的七岁 小的三岁 结婚之后 家里的钱都靠她赚 我知道她压力大 所以她出去喝酒打牌 我都不怎么拐着她 最近她脾气越来越暴 因为老二生了场大病 她总动手打我 我现在有了离婚的想法 但舍不得两个孩子 我该怎么办 挣钱养家 是每一个男人的责任 如果你认为一个男人 扔几个钱在家里 就可以做一个暴君 那么今天 就是你自己安排下的归宿 离婚是必须的 因为对于家庭暴力要零容忍 但更重要的是 找回自己的子孙 好 谢谢 谢谢附老师 我们的节目是由 保湿护肤领先品牌要保湿 伊贝斯 伊贝斯冠名播出的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斯的观光微信 或者到伊贝斯的线下销售网点 进行报名 那几天和股方红堂 感谢首席战略合作商 股方红堂 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 收看和陪伴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